字幕提供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 喜歡的請按LIKE 以及訂閱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搶先玩這首 《仙境傳說愛如初見》 沒錯 這次是特意讀你們入坑的 你們也可以讀你們的朋友入坑吧 遊戲的故事相當精彩 讓我們以前玩過的RO 另外還有廣東話配音 這才是最棒的 遊戲中還有大量的動畫和劇情 都有廣東話配音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要賺一賺 這個RO 《愛如初見》 也有RO 經典的職業 即是有劍士 服侍 魔法師 道賊 雙人 以及弓箭手 而他們的技能 亦會重溫你以前玩RO的技能 真的原汁原味地還原給大家玩的 即是如果你想做奶媽的話 你就選擇服侍吧 如果你想做遠程的話 那就選擇弓箭手吧 還有如果你想多血的話 那就選擇劍士吧 一共有六大職業給大家選擇 每個職業還有很多分支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不要太容易悶了 我自己選擇了弓箭手 這個新手任務 簡直是有一個位置 讓我們射的怪物 有一個第一身的玩法 我也覺得挺創新的 作為弓箭手 如果有這樣的視覺射的怪物 的確是挺投入的 之後我們還會有技能 技能方面 它會有推薦加點 你可以玩不同流派 懶人可以用推薦加點 如果你是HARD CORE的玩家 你就自己配搭吧 我自己覺得這個系統不錯 新手玩家的話 不用怕加錯點 老手玩家的話 你可以自由地加點 這次的寵物系統也挺重要的 你看到有這麼帥的鬼武士 以及其他非常漂亮的寵物 你也忍不住抽多幾抽 現在跟大家立刻抽一抽 看到土人 然後再來 看看我們會抽到什麼 好 這隻就是... 咦!有稀有的快女娃娃 也挺帥氣的 然後再來 搖滾黃蟲 不過是普通的 嘩!立刻出了一隻屎屎的深海女巫 群體攻擊 稍後出去試試看有沒有用 再來 接著就是這隻的沙漠 刷刷了 好 下一隻又會是什麼呢? 恆者滿雄 還是希希... 咦!又中了一隻屎屎的卡倫寶寶 抽完寵物之後 其實每隻寵物都去浴城 你會看到屬性那裡 我們可以幫牠加經驗值 這個浴城系統不可以錯過 因為可以幫你增強這些寵物的能力 還有進階玩法 如果那隻多了的話 進階的技能又會更強 抽完當然要試試寵物是否強勁 我們玩一下 阿爾夫海姆 裡面我們通關的話 就可以獲得寵物的經驗書 大家抽完寵物之後 可以玩這個活動 升寵物就會很快 深海女巫 嘩!放技能看到嗎 那些閃電多麼厲害 這個玩法也可以一直挑戰層數上去 層數越高 你獲得的資源越多 我們升寵物就會更快 好 再看看深海女巫吧 嘩!又有電了 它的技能非常威猛 說完寵物 跟大家說說工會有什麼玩 工會福利就多了 大家會看到華麗水漬 又可以幫助我們增強實力 還有工會販賣機 工會技能 工會紅包 營身 每周福利 工會簽到 非常多東西玩 工會有些任務也很重要 例如工會任務可以獲得工會貢獻 幫我們換東西 組織搜查 然後紀念玄石 最重要是工會的宴會 時空異象 以及工會探索 全部都是幫助我們增加資源的活動 還有遊戲是有攻城戰的系統 這個系統挺有趣的 大家是大型PVP的打來打去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再跟大家玩一下時空異象的玩法吧 這個玩法很棒 你可以帶4隻寵物 接著我們挑戰什麼呢 是巴風特啊 這個玩法詳細跟大家說說吧 我們要在限定的時間 造成最大的傷害 整個活動是跟整個工會一起玩的 你的傷害量會是一些積分 當你打得越高的傷害 越高的積分 你的獎勵也會越高 到了最後的時候 他就會結算 簡單來說 就是一隻工會BOSS 很多不同的工會會有排名 我自己的個人積分 在工會中排第七 我覺得不錯了 另一個玩法就是工會探險 大家可以選擇你想打的MVP 例如天使玻璃 又或者黃金蟲 選擇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去 進入這個秘密基地 其實有3條路 每條路都會出現BOSS 例如現在這樣 倒數完之後 出現BOSS 就集體可以打他 如果你嫌太多人的話 可以去另一邊 找一隻沒那麼多人打的 又可以 這個玩法大家要小心 是PVP 如果別人看你不順眼 可以打你 所以自己就小心點了 這個玩法是計分的 如果你殺MVP的分身有10分 MVP的正身會有20分 所以大家多打一點 參與一點 不要說只打一隻就算了 打完那麼多隻 那機會得分的機會更大 整個工會一起玩 也挺有趣的 還有就是擂台功能 有3對3的PVP玩法 大家只需要進入跟別人互相片 片完一陣子之後 它又會有結算 當然最後會獲得一些獎勵 這個玩法不要錯過了 可以幫你了解自己的實力 這次是 RO又如何少得野外BOSS 即是MVP 我們看到一群人衝到天使玻璃附近 為偶一隻BOSS 當然 反而打贏了之後 即是我們一群人打贏了之後 也會有結算 傷害率越高的隊伍 獎勵當然會越高 我自己還未找到隊伍 暫時一個人打 如果大家打野外BOSS的時候 謹記組隊打 打出最大傷害 你的獎勵也會越高 大家看到嗎 真是很虛陷很多人在搶這隻BOSS 如果到你玩的時候 千萬不要錯過野外BOSS的玩法 當結算的時候 大家可以獲得的獎勵 都會直接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 你還可以看到 最強的隊伍輸出了多少 以及簡直會有多少% 我自己也覺得挺有趣 如果你想測試自己的實力 都可以在結算上看到 裝備方面 我們可以透過NPC進行精煉 令它的能力更高 當然 不少得還有打動和插卡 我們可以插一些怪物卡 令我們的能力和戰鬥力更高 還有強化也很重要 把我們的裝備強化到最高級 亦是幫助我們提升整體戰鬥力 說到外觀系統 也是我自己頗喜歡的系統 你會看到很多很有心思的外觀 幾型仔都可以讓你做出來 無論是頭色、面色、嘴色、背色 還有時裝、髮型、尾童 嘩!一共有7樣東西給大家自訂 這麼多個人化的選項 你一定可以做到屬於你自己的角色 遊戲的搶先試玩 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下載來玩玩吧 RO 仙境傳說愛如初見 已經上線了 遊戲繼承了很多不同的職業系統 要玩就玩正宗啦 RO 仙境傳說愛如初見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